大家好,飘飘我又来吃瓜啦 最近何俊带着快乐家族连环上热搜 不是因为他们又拍大电影了 而是因为收礼 礼物来自长年累月上快本的明星粉丝后援会 从奢侈大牌到真金石银应有尽有 饭圈应援送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会突然上热搜呢 今天飘飘就来还原下事件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 这瓜的根源是郑渊杰 前段时间因为郑渊杰网上冲浪过于可爱 掀起了大家对他的考古潮 比如他曾经专门买了几套房子放读者来信 还表示并不在意房子升职 只是不想辜负读者的心意 这样的风谷跟如今的娱乐圈明星礼物 越收越贵的座牌截然相反 很快就有豆瓣鹅扒出了何俊的一段话 各位应援团的小朋友 你们买了一个不干胶呢 不要买那么死的好不好 贴的真的死不掉 真的死不下来 你们所有买的东西都只能自己用 我现在已经有20多个保诺杯了 还有我真的没有那么爱写字 那50多支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何俊是在让粉丝进贡吗 这个片段出自去年口红王子的花絮 从节目正片来看 话题是从沈梦辰吐槽杜海涛空门开始的 沈梦辰说杜海涛去他家拿明星粉丝 送的应援品当礼物 结果沈梦辰妈妈发现 礼物上面后援会的标志都没有撕掉 何俊顺过话头说 礼物上的贴纸粘太牢 所以他收到的20多个保温杯 和50多支钢笔没法送人 只能自己用 还夸彭玉唱粉丝送的按摩衣好 放在化妆室给台里所有主持人用 所以把那段话概括成何俊 让粉丝送贵的礼物呢不至于 但何俊的做法确实欠同 嘴上说着不要送礼 却还是习以为常的收下 上热搜后何俊发微博道歉 可关于送礼的这场风暴停不下来了 杜海涛反手就删了 他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的200多件已售物品 真是此地无垠三百了 不就等于自证把礼物卖了换钱吗 果然很快 无心也被扒出转卖了粉丝应援团送的水晶hello kitty 快乐家族成了痛骨家族 粉丝应援李也终于被拿到台面上谈论 这几年粉丝送礼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饭圈习俗 除了给偶像本人送还给同行送 不论是快乐大本营 还是天天向上王牌对王牌 甚至剧组媒体 但凡有打点人际关系的机会都送 而且连送礼都越来越内卷了 2011年应援李文化随着从韩国回来的韩庚 传到国内 当时更饭给媒体送的还只是咖啡巧克力牛肉干 现在卷着卷着都开始送化石隔甜欲了 按这速度明年不送月球饮食 后援会会长都该以死谢罪了 张云雷粉丝最夸张 给快乐家族一人送了块金条 就差把人民币直接塞人手里了 网友都开始讨论这算不算受贿 估计各位主持人不列个礼物趋向表是洗不清的 我滤了下各家粉丝的应援李清单 有段位高的也有段位低的 段位低的形式大于内容 粉丝知道礼物不一定能送到收离者手上 到了手上也不一定会用 但还是照送不误 因为关乎饭圈的面子 比起给偶像攒人脉拉好感 他们更看重展示自家财力 但凡有人送的不够高端大起就要被群嘲 应援公告发给参与集资的粉丝和对家粉丝看的 应援海报名牌logo比礼物还大 连笔记本和保文杯都要送Prada 即使是典型都要选LV旗下的品牌 还生怕别人不知道的标出来 送给谢娜的杯子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某品牌 给为家的丝巾异于搭配任何风格服饰 设计大方又不失时尚感 前缀之浮夸 文笔之矫情 很难不联想到那个男人半圈送礼艺术总监是你吗 郭敬明 我的审美真的太固定了 是吧 对对对对 送珠宝贵金属奢侈大牌 且不说过于贵重容易引火上身 人家其实也不缺这一件名牌 段位高的送礼者特别善于迎合收礼人的心态 深谙讨好之道 简直是出版场献行计 他们不是简单粗暴的给男主持送游戏机 女主持送口红香水 而是对每位收礼人的喜好需求都揣摩到位 先骂已婚有孩子 粉丝就送积木玩具玩偶宝宝专用音乐坛 甚至连他两个女儿的名字都了如指掌 直到初为父母的满心挂念孩子平安 还会送上象征平安圆满的和田玉佩 直到杜海涛跟史蒙城谈恋爱 就送情侣鼠标高脚对背 直到无心喜欢Hello Kitty 就送各种Hello Kitty联名周边 不知道无心看到这么多Hello Kitty 是会开心的晕过去 还是转身挂在咸云脉了呢 还有李浩飞 我找了半天都只找到他微博发过几张跟狗狗的合照 粉丝不知道从哪知道他养了宠物 专门送了宠物智能饮水机和称重石盆 这种春风话雨的玉贴功夫难道不可怕吗 大明王朝1566里 王老头给海瑞送酒肉被赶了出去 为什么田县城给海瑞送吃的 海瑞接了过来 因为当时李时珍在海瑞家中为他看病 田县城说这饭菜不是给海瑞的 是给李时珍的 他特意等到晚饭时分 还提前做了功课 知道海瑞家姓回教 送的是鱼肉和牛肉 几句话 郁铁体面 连海瑞都没法拒绝 只能收下这份礼 欠了这份情 送小礼物本来是种情感交流的方式 但如果像田县城这样 满脑子都是人情钻引 那就恶心了 粉圈送礼显然不是抱着真情和交流去的 从他们看人下菜碟 巴结高位者的送礼手段 就能看出骨子里还是投机和工礼 他们给主持人的礼物分三六九等 何炯作为快本 资质最老的主持 娱乐圈里德高望重的前辈 给他的礼物除了贵还格外注重质感 羊毛真丝领带 价格不菲的手冲咖啡壶 万宝龙钢笔 到谢娜 维加 吴欣和杜海涛 可以看出礼物依次降级了 到主持人助理 彤卓这儿就只剩一只洗面奶了 给同场嘉宾的礼物 也一眼能看出价位区别 就连给节目组送的都有差别 导演组比后台工作人员还多个短手宝 粉丝们大多数是学生党 年纪不大 但思虑之周到 手段之老链 对大咖跪舔之明显 往好了说是细心周到 直白了说真脏 你的心思好脏 收的人习以为常 送的人拼命内卷 是无奈 更是恶心 一直以来被称为何老师的何炯 在这场事件中 是完全无辜 还是该被打倒呢 都是 当他在娱乐圈有了如此高的地位 当饭圈应援送礼 成为各个剧组 节目组的常态时 如果只有他言辞拒绝 无疑是伤人的 尤其是当粉丝追的 还真是个戴不动的废物点心时 你不收 是不是真的看不起它 是 收了吧 没想到这礼物 嘿 还真好用 我怎么就管不住这手呢 废话 这可是粉丝精心揣摩 直击痛点了 于是用着就停不下来了 越用越爽 甚至享受和抱怨 这种躲不掉的福利 久而久之 这礼物背后代表的名字 是否就被记住了呢 何老师以提鞋后被著称 可当我们知道他收了礼 甚至很受用后 那当初的那些善举 是提鞋 还是回报 我们永远无法剖开人心 用精密的仪器 去测量他的举动 几分是真心 几分是私心 曾经人人景仰的山峰 看不清了 甚至变得深不见底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 但我并不想往何炯身上 酷一个唾沫 再把他踩到地底 事实上 每一个目睹过父母 给领导 老师 医生送礼的孩子 都能感受到那些礼物的重量 皮在手上很轻 却轻易地压弯了一个人的尊严 收礼送礼的 也远不止一两个明星 粉丝后援会 何炯在节目里 极具无心的吐槽 才终于让我们心底 说不出口的别扭 和无知无觉的顺从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或许就是明星的无奈 当整个社会 到处讳莫如深 留在聚光灯下的他们 永远要承载着 属于或不属于他们的议题 疏导着 在别处被阻塞的大众情绪 这更是我们的无奈 我们骂着明星 又多亏了明星 若非纸桑 属感骂怀 粉丝们拼命 给主持人上贡的样子 不就是家长 给老师送礼的进化版吗 表面上是礼尚往来 实际是利益交换 破坏公平 卷得其他家长 也被迫需要送礼 送礼的粉丝 送的越多 越没有安全感 他们不相信 偶像能自己争气 他们不相信一个人 可以靠实力 获得话语权 他们连理想都不敢有 就迅速堕入了现实 比中年人的油腻 更油腻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古领街少年杀人事件里 张震眼的小四 为什么会杀死小明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电影情节 当然是戏剧性的 不肯被世界改变 以至于走向毁灭的小四 终究是少数 大多数少年 最后都会被世界 磨成一个圆滑的社会人 只是每次看这部电影 我都会想 这才是真正的青春片 因为青春和成长 就是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 遭遇阵痛 年轻是一种品格 可这届饭圈 看上去如此老气横秋 似乎从未拥有过青春 是怕痛吗 竟然毫无挣扎的 如此顺滑的 就融入了一个宋目的 一变成常态的人情社会 一眼望去 没有少年 全是年少夭折的灵魂